相信大家如果平時有在社交平台上看一些理財投資資訊 都會看過廣城有關的文章 或者是有些分享 廣城是一位80後的財經界KOL 又出版過很多有關財經的書籍 而且不時會解答不同讀者的理財投資問題 而其中最引起爭議的話題 就是廣城給的其中一個投資建議 有什麼股票選擇呢? 其實可以想起平穩增值股 可能包括盈富 平穩增值股最主要就是盈富基金 我可以見到 有不少網民對他的投資意見都不是太過滿意 廣城幾乎每次都會建議人買這麼多年 表面非常一般的200盈富基金 200盈富基金其實簡單來說 是一種被動式的基金 英文叫做Exchange Trader Fund ETF 而盈富基金的主要目的 是跟蹤著恆生指數的波幅 可以見到這兩幅圖表 盈富基金和恆生指數的走勢 會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為什麼廣城會這麼推薦這款ETF呢? 最近廣城就接受了富途牛牛的訪問 而片中的主持人就問到他介紹 是200盈富基金背後的主要原因 我們一齊看看他的回覆 不過在這裏我們也想找阿成哥評判一下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叫人買200盈富基金呢? 這個要講深入一點 背後整個邏輯的概念 我沒有辦法了解每一個人 我真的有很多資料都不能夠了解 基本會知道 他會告訴我基本資料 但是我只能夠在這個框架下 我只能夠給一些大陸的意見 既然我了解你純粹基本程度 唯有我給一些大部分都適合的意見 就會最好 第一個理由 廣城就是他只知道網民最基本的資訊 所以只能提供一些比較大陸的意見 這一點我是明白他的處境 雖然我的Fanbase比起廣城當然沒那麼大 但是週末都會收到一些subscriber的提問 會問到我一些關於投資股票的意見 而老實說 我們是很難就這樣單憑網民那幾條問題 而給一些很深入的意見 始終我們都是不了解這位網民背後的財務背景或狀況 好 那我們繼續看廣城的回答 如果2018年買的話可能33元 現在29元而已 我們現在正在做節目 28.8元 凝副基金追蹤恆生指數 幾十隻股票 幾十隻股票基本都是有質素的 雖然它的增長力未必很強 這個是的 尤其是近年我都要承認這件事 它的增長力未必很強 你看過往凝副基金基本上 無論派息或平衡增長是OK的 這裡主持人就指出 其實凝副基金在過往這幾年 都沒有明顯的勝負 可以看回片中 廣城的回覆 就是說雖然凝副基金的勝負確實 不是太理想 但是從一個投資風險角度來看 他就認為凝副基金所追蹤的 恆生指數的成份股 基本上都是有質素的 是屬於一些大籃籌的股份 而且覆蓋的股票是有五十多隻的股票 是有做到分散投資的效果 但是當主持人問到廣城有沒有持有 這個二八零零刑副基金的時候 你自己有沒有 你自己有沒有持有價 你叫人買這麼多 OK 其實我是沒有的 其實我是沒有的 Wha?! 其實大家都明白了 他自己也不買 也證明了他認為 刑副基金不是一個最好的投資選擇 事實上我會覺得廣城整體的投資建議方向是好的 但如果我是他的話 我會更加推薦普遍投資者 去投資在美國上市的S&P500指數的ETF 廣城有部份是說得對的 如果是一些投資新手 或者是不太懂得選股的投資者來說 被動息的基金 即是一些ETF 是一個不錯的投資選擇 就因為只要買一隻ETF 你就可以把資金分散投資在很多不同的股票 所以比起買個別股票的風險是低很多的 但要留意的是 廣城所說的刑副基金 是跟蹤著恆生指數 而當中只是覆蓋50多隻股票 而大部份恆生指數的成份股 都是屬於一些舊經濟股 沒有什麼增長動力 相反 我會建議這些投資者買入VOO 是一個跟蹤著美國S&P500指數的ETF 當中是覆蓋超過500隻美國最大市值公司的股票 相比起營副基金只有50隻成份股 VOO的成份股是營副基金的10倍 令VOO更加做到分散投資的效果 另外再想特別講一下這兩隻ETF的十大持股和它們的比重 首先是會發覺營副基金頭10隻最高佔比的股份 已經是總共佔了60% 比VOO頭10大佔比的27%是高很多 即是說營副基金的表現是很依賴這10隻股份 分散投資的效果相對比VOO沒那麼理想 另外可以留意的是這些股票的行業 在營副基金頭10大隻股票中 只有4隻屬於一些新經濟股票 比VOO的7隻新經濟股票來說是少 這件事也可以反映到為何營副基金的表現 在過往那麼多年都是沒什麼增長的原因 就因為大部分營副基金的成份股 都是屬於一些舊經濟的股票 例如一些保險、銀行股等 這些股票的比重都是很重 就拖低了營副基金的勝負 最後的指標 我認為最客觀的分析 都是對比這兩隻指數過往的升幅 看看如果以一個長線投資的角度 去持有這兩隻ETF 所累積的回報是有多少 我分別是計算了恆生指數 和S&P500指數 在過往1年、5年、10年、20年 累積的總升幅是給大家參考的 而無論持股1年、5年、10年或20年 所得到的回報來看 S&P500的升幅都是明顯 總括來說 對於廣城的投資建議 我不是完全反對的 廣城建議人去買一些被動型的基金 即是一些ETF作為核心的投資組合 對於一般投資者來說 我認為是一個比較穩陣的投資建議 是有分散投資的效果 但正如我剛才的分析 無論是兩者ETF成份股的數目 股票的行業總類 以及兩者過往的投資回報來說 VOO這隻美國S&P紙屬的ETF 都是比起200元的螢幕基金是好的 雖然VOO比起很多近年倍升的股票 例如Tesla、美團 以及近期興起的加密貨幣的升幅 都沒有那麼令人興奮 但投資在VOO的風險 一定是相對穩定很多 如果有興趣投資在VOO 其實跟股票的操作一樣 都是可以透過一些證券商 或者是銀行做一個買賣的 而我來說 目前就是在用這個富同銀行 來買賣港股、美股和ETF 一來富同銀行的收費 比起普遍銀行和本地的證券商是低的 二來富同銀行的APP都是非常好用的 無論是投資初歌或是投資老手 都是非常適合的 現在只要根據下面Description的指示 輸入一角的優惠碼成功開戶 就可以拿到免費一股的可樂 獲得一勢港股免佣的優惠 以及300元的超市現金券 最後如果想訂閱我們和理賺最新推出的 免費股市月報的話 可以去到下面Description 按在Google Form Link上 填你的名字和電郵地址去訂閱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可以Lik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Account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繼續和理賺 然後再到達了 下集結束 你會有很多的 我選擇 那我選擇 我選擇 你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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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選擇 我選擇